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慰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步 好,今节我们讲讲这位美少女 谷外宁小姐 她的威水事都不需要多说了 北京冬季奥运会当然 为中国取得了金牌 对于谷外宁这位 这么小年纪的女士来说 应该是女生 她相当地被西方媒体照顾 照顾当然是引号 经常找她的 问这个问那样 没错 究竟你是什么国籍 快点承认 不可以双重 她其实就是混血儿 我们知道出生在三藩市 但是她就代表中国参赛 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 自由式滑雪 而且拿了金牌 华裔的美国人 社区真的重说纷纹 有人喜欢她 被她轻松飞跃高难度 邪波的能力所打动 另外亦有人 是 欣赔她 在 中美关系那么紧张之下 她在 中美两个国家 和两种文化之间的 不安的 政治紧张局势当中 游人游如 其实她也是 说话 相当 是 瀟灑的 好像 你可以说她 有一种 单纯 但是 话中 也是相当有力的 即是有时 西梅想 给她一个陷阱 撕一撕 她踩不到进去 她不踩进去 亦有人觉得 当然西人就觉得 她代表中国也是为了 一个字钱 其实我觉得 如果 如果她真的为了钱 她在美国 都可以赚很多 因为她也是 一个 模特 亦 走过很多 长猫步 就是这个 Cat Rock 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 无论 你喜不喜欢她 也好 在 美国 很多华人 接受访问 他们 都说 对于谷爱玲 很多东西 感同身受 当然她有句话 就是 就是 当我在美国 我是美国人 但是当我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 这句是她经常挂在嘴边 有些人不想听到这句话 我们 姑且就不说这句话 的对财 因为根本 她可能有她的特殊含义 我们 亦都没必要过分解读 但是 受访的美国 很多华人就觉得 她说这句话 是心同感受的 好像有位叫 Sarah Lam 她就说 我觉得 我看到一个 敢于热爱自己身份 并且愿意将这种热情 和公俊分享 的一个 年轻少女 是的 我自问自己的勇气 都 不算很够 有时候 都没有她那么感言 这位林小姐也说 事实上 我觉得谷外宁 在公共平台上的 谈论这些话题 非常勇敢 和 说得非常得体 嗯 截止到2019年 西梅 统计了一个 很多华人的地区 就是纽约的都会区 是美国华裔人口 最多的地方 对于 刚才说的那位林小姐和其他的多位受访华人来说 谷外宁的 宣言是表达了一种与他们生活 经历相似的意愿性 嗯 他们也说自己觉得这种意愿性很舒适 并不违背直觉 他意愿性不是意愿对立的意思 是两种东西都有的意思 并存的意思 正是因为这样 对于 社交媒体用户和有些 极度保守的人士 右派就称谷外宁为 美国的叛徒 忘恩负义 嗯 就因为他选择为中国出征 而定性他 他也不是美国人 并且暗示他的身份只能在 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选一个 其实 很多华裔受访者就觉得 这就等于 他们现在在美国经历着 为什么一定要 我们要靠边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中国人 不是 只是中国人 和美国人两种 其实有些人是双重身份的 当然 在美国人或者 中国人之间的选择 有些人是觉得 被一些右翼人士逼得相当地 辛苦很失望 我们都说过 澳洲的政客都是逼我们 表态 其实有些人是不想表态 有些人就觉得我是普通人 那我在澳洲 那我就做过澳洲籍华人 是吧 嗯 过自己的日子 是不是什么都要 说到 我是这样 我要怎样 支持什么 更加多的华人 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谷外宁多次表示 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是因为他想 成为中国女性运动员的榜样 并且提高滑雪运动在中国的知名度 他也说在中国话说很大程度上 依然是个新兴的项目 有些 受访者 就说对谷外宁忠诚的质疑 的人 令到他 觉得 这个就是 西人对于我们 亚裔美国人 持续的东方主义的黑板印象 也就是 对不起 我都经常感受到 即使你土生土长 你都永远是外国人 哪怕 很多人已经将美国称为自己的家 但是 他们仍是 是觉得 你有机会损害我们美国的利益 当然 这些多数是 白友 即是白人的右翼主义者 好似一位来自 新泽西州的 叫Prinston Law 他就说 38岁 就说 我想说的是 如果政治紧张局势 继续加剧 我们很多的 华人就会发现 无论 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都会有人逼我们 承认 只是承认一个国 嗯 他就觉得 这样令到他相当地不舒服 我们这些普通华人 什么都不懂 不懂政治 是的 我也是 要什么 斩鞭的话 是很难 我们普通人 他也说 为什么我们普通人 都要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 为什么一定要 说自己是什么 什么人呢 一定要在 认同和撇清关系之间 做出选择 否认自己什么叫认同 什么不应该认同 这个实在太可怕了 非黑即白 但是 现在很多媒体都逼我们这样做 包括谷外宁 也是 其实在其他人看来 谷外宁 遭遇的 批评 他就觉得 也等于批评 我们在美国的 华裔 甚至全部是亚裔 一些人 描述了 美国人对 亚裔 的一些行为 究竟 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我们 跟他们的 想法 去作出行为 思考 这样不是很狹窄吗 没错 真的很狹窄 为什么一定要 认同他们的思考模式 为什么一定要 认同他们的行为 为什么一定要 认同他们狹窄的预期 我们压力很大 另外 有一位 来自皇后区的居民 叫 杰斯卡恩 他就说 2017年从葡萄牙 飞到费城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种 谷外宁式的 受气压 是 十分强烈 这种感受 其实他一早已经感受到了 吴雷是也说 当他和其他乘客 一起过关的时候 美国 运输安全局 一名工作人员看到 他的美国护照 就笑了 并且 很搞笑 为什么笑 就问他 你是不是真的美国公民 什么 有本美国护照 可能他说笑 但是这个是很害怕 我觉得就是 嗯 吴雷是也说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一定要选择什么身份 或者 我从来都没有 把心思放在 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选择上面 我在这里肚生肚长 那我就好像 普通美国人 这样活 这个也是 我们在外国大 就好像 普通在这里大的人 这样活 正是很简单 但是 有些政客 就是不那么纯粹 我们很纯粹的时候 其他政客不纯粹 就想将这些族群矛盾 挑出来 所以吴小姐也说 我都觉得 其他人 会对我做出这样的假设 你有美国护照 但是你是不是美国公民 这个很搞笑 有美国护照 就是美国公民 实际上 可能他们黑板印象 就觉得 白人才是 吴小姐也说 将自己的种族主义 强加在我们的 身上 十分噁心 当然谷外宁的妈妈是中国人 谷外宁的阿爸 是美国人 虽然他 他自称是典型的亚裔美国青少年 但是 其实他从世 就是一个 很不典型的环境生长 因为他 从世的环境是十分优越 他不典型的意思是 是比很多亚裔还要富裕 他成长在 三藩市的富人区 就读于一间精英的私立学校 不过暑假大部分时间 在北京度过 长大后 他的经历 亦是 不一般的 他被允许在 国籍状态 的 叫做改成中国 即将美国变成中国 的情况之下 就参采不过 依然有些西媒就说 他的国籍状态很模糊的 中国不允许 持有双从国籍的 因为他们说 我们都找不到 谷外宁放弃了美国国籍的 一些 资料 你发布一些资料 为什么什么都要给你看 你很搞笑 你质疑我 我什么都要 和没有法律的 规定之下 为何 我要给你看 你叫我发布就发布 是不是 有底气 谷外宁 就是不回应 而且你这些 硬逼我 你叫我做什么 我反而觉得我就不做 对吗 就是 你 逼我表态 其实如果真的妥协的话 我反而觉得 是更加的不好 当然他是没有妥协 我都如果叫我这样做 不是法律 要一定的话 我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觉得 你好像侮辱我 什么都要我 要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反正 可以让他参赛 就证明了他是有资格参赛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吗 好像那些 我们经常说的 那些 黄友 经常说 你是不是香港人 他有张香港身份证 就是香港人 对 你没有BC 只不过是BNO 就是BC 这么简单 没错 另外 媒体肯定是 谷外宁获得了大量赞助 那他值得的 有什么问题 他生得又漂亮 又竞技能力又强 有什么问题 是呀 那部份原因 这个媒体就很阴拾 部份原因 是这个 竞技滑雪在中国 仍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 运动项目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断增长 所以就找你了 增长了就不找你 我就觉得不是 其实他的 价值是高的 而且 你生了一样 又是模特 又可以有 那么高的竞技水平 是很少很少的 是 当然 谷外宁获得很厉害 他的牌子有什么呢 有LV 都是顶级的 国际大牌子 跟他 签了约 这些名牌都不是傻子 当然有价值 是 还有 Tiffany 也是有帮他签 他的模特仪事业 亦蒸蒸日上 登上了中国版Vogue 和美丽佳人的封面 事实上他有这样的实力 有什么问题 哈哈哈 另外 一位受访者就是38岁的 叫做 李小姐 自称都是谷外宁的粉丝 他就说 他认为中国14亿观众 都认可他 商家 找他做代言有什么问题 这个也是商业决定 没错 没错 他都说归根结底 都要看他有没有这样的商业价值 所以他就得到 豪华牌子的赞助 没错 这个是商业决定 他就说 我不知道哪个运动员可以有谷外宁的特殊 赞助商找他有什么问题 他18岁 已经这么出众了 那找他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 西方就说 当然了 你投共了 主要就是 想这样说 他投共 所以有 经济的利益 完全 抹杀了 他在运动 和 在无法界的 努力 他的价值 都被你抹杀了 没错 就是说了 投共两个字 就是很粗疏 什么都说投共 那就行了 他没有努力训练的 帮他打分的 那些评判是全部中国人来的吗 那些是共产党人来的吗 你看回他比赛取金牌的 不是剪接 不是施朱做出来的 真是Live跳得这么好成绩 没错 有些是之前他做得不好 后来真的很经验 这样一跳 证明了他比赛期间有波折 不是那么容易 你用几句说话 用几句说话 抹杀了他 两个字就投共就行了 无论谷外宁的 其他运动事业之外的事业 无得宜 那些事业怎样好 都是其次 事实上他的运动水平是高的 当然世梅就说 随着 中国全球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 中美关系跌到新低点 前总统特朗普也有惩罚性的贸易措施 还有 在疫情期间最麻烦 是一些很反骨的言论 实在 太吐心了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经常做 中国生意 但是 在政客 怂恿之下 就是反转猪肚 刚才那位李小姐就说 他认识一个美国人就是这样 原来 他就是很偽善 偽善也是正常 生意人很多都是这样 帮他做生意的时候就赞我 谁知道原来 他是 一个极有支持者 有一次看到他的银包里面写着 我 F 中国人 真是坏 和过去两年全美针对 仇雅的事件是激增的 很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特朗普他都经常 是妖魔化中国 现在 在 两个国家对立的阴影之下 其实 当然 谷外宁真的是不容易 也都令到很多华人觉得 我们在外国 生活的华人 都是不容易的 谷外宁他也都强调 希望 政治 比较少 因为他就说 不想制造分歧 他的使命就是 包容 那很对 结果呢 这个纽约时报就说他 秘而不谈 政治 有什么问题 喂 人家是想专心搞好比赛 你这么多新爱之物 这么多 蛛事八怪东西 很麻烦 在纽约 其实很多的受访者 他们 也都觉得 为哪个国家参赛 都不应该 有太多的政治倾向 不应该将那些东西 混为一谈 说得对 我们 华人在海岸 华人就是经常这样 其实无论任何时空也好 有些政客要 出来 骗选票 就将我们 普通华人小老百姓 就将政治 放他们上台 放我们上台 等着有我们间谍 投共这些东西 基本上这些受访的华人 他们也认为 其实 一个人的身份 代表一个国家 或者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 影响到 他的表态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政治环境要影响到表态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取态 不应该因为政治环境受压而表态 但是 西方就很明显叫你要表态 好像21岁的 一位姓鱼的华人女士 他就说 华人 不代表着 是 等好是支持中国政府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他也说不代表着就是等于共产党 更加对 但是澳洲就不是这样 澳洲 就逼你表态 你到底反不反共 有些人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说我反还是不反 其实 这位余女士 没多久之前在 在买哈顿的唐街开了一家叫做 You&Me的书店 他就说 我尊重大家的立场 也都理解 表达立场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一些人 不明白为什么 一定要 讲很多政治议题 他就说 为什么一定要逼谷外宁 选择 答一些不关他们的事问题 比如 新疆 真是 距离搞冬季奥运会 为什么经常问他什么 维吾尔人 这位华人就觉得 是谷外宁 很不值 觉得他 很惨 而且这位余小姐也都说 我开书店期间 也有些白人问我 新疆你怎么看呀 你没理由是 支持一个极权政府吧 之后他怂了 他说 我买书而已 当然了 肯定有人说 哎呀 你为什么不表态这个政权 不表态就是支持他的 没错 非黑即白 他也说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经常就问谷外宁 一些什么人权问题 他只有18岁 他是个普通人 当然他是 一个很有质素的普通人 但他不是政客 他普通人的意思 代表不是政客 我想 也不明白 他就说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经常试图 好像要他回答一些 很难回答的问题 也有人说 为什么谷外宁 不发声 不为人权发声 他都不了解这些事情 喂 你说两句我就发声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暖差的发声 甚至 很多时候 你是经过 被他哄他踩的 很多华人就觉得 谷外宁和我们华人一样 他是没有义务 是说 他不了解的东西 或者人权问题 他也都不理解 为什么 西媒整天 说谷外宁在中国问题上 守口如瓶 什么都不敢说 亦都有人 为什么谷外宁不说这个 黑人的命也是命 喂 他18岁 作为一个奥运选手 不是应该认真 比赛的吗 是吧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心 有感受 感同身受 因为我们都经常被人 表态 你懒还是黄 中间是不行的 其实两边都是差不多 黄的话 就是说 英国 叫中立L 中立L就等于懒 也有人说 如果你现在还说自己是中立 你真是对不起自己 当然也有点激男骂我们 什么是中立 中立就等于是黄 就是一样 是吧 这真是令人吐心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